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 这个词大家读一下 叫做 抱歉 这个单词大家读一下 叫做scotch scotch 叫做镇压 或者叫做压制的意思 在多年前 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镇压 Q开头的 也不是多年前 就是之前刚刚讲过不久的 几个小时之前讲过的 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quire 我说来就安静吧 所以我都被镇压之后 大家老是安静 还有这大门吧 大门系列哪个大门 压在门下是镇压 叫subjugate 之前前不久 那么scotch这个单词呢 叫做镇压压制 它跟哪个词同源呢 先推倒它第一步的话 它其实跟它是一样的 跟quash qu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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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sh本身作为动词量 就表示镇压的意思 这个scotch这里面 这个s指挥 还是一个加强语气 这个s在此处 它就是一个加强语气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看看 scotch和quash都一样 都表示镇压 但quash又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quire 取此它的前半部分 那个sh 轻辅音在此处是无意义的 所以还是来自quire quire本身我说 通过根源去想一想 通过这个quire的去记 跟安静有关 被镇压的时候都安静了 你这样想想 安静的时候 是被平息镇压的时候 quire 所以是quash 这个s是没有意义的 取此它前半部分 好了 这第一个 就是通过同源词之间的 一个关系去记 同源词之间的关系去记 scotch和quash 第二个技法 我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我们来看 有这样的一组词 你看一看 第一个叫做lash 第二个bash 第三个clash 下一个叫做crash 下一个叫做smash 继续mash 下边叫做scotch 说上这个词 下边cotch 继续stash slash 还有一个叫做abash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子词呢 咱们在这个国外考试当中 帮大家把它挑出来了 这个都是ash系列 ash结尾的 大部分的词都是单音节词汇 你看第一个单词 它叫做lash 第二个叫做bash 第三个clash crash smash 下一个scotch和quash stash slashabash 好 我们来看这子词 这子词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联想一个故事 我们一个故事把它穿起来 就是当年这个2001年的时候 这个这个 G11这个故事 你看一下 一个飞机 把一个楼给装了 所以你看一看 当时这个故事当中呢 最早开始的时候 因为美国嘛 咱们说是属于国际警察 见什么事都管 对于这个穆斯林的信徒 对于他们这些人不友好 用什么呢 用鞭子打他们 这个lash表示的意思叫做 to beat somebody with a whip 叫做鞭吃鞭打鞭吃 用鞭子打 鞭吃鞭打 lash 那这个el kettle的词 这边我也说 el kettle的词呢 特别如果一个单词 是单音节词汇的话 好多词可能它都是跟 这个这个细长的东西有关 比如说你看腿 腿叫lag 长叫做long 光线叫light 小巷 咱们住过胡同的巷子 叫做lane L-A-N-E 它可能都是跟长组有关 所以这个l 大家把它想成一个鞭子的感觉 想想用鞭子打人家 鞭吃鞭打 叫做lash 然后bash这个词呢 大家照着beat去记 这个词就是跟beat通缘的 就是beat 这叫做猛击猛打 把这俩放到一块 一个是lash l细长的是鞭子 一个棍子的感觉 鞭子边吃边打 第二个叫猛击猛打 叫bash 所以说双方就发生了clash 冲突 C表示一起 我说C表示共同一起 和包围的概念 一起用鞭子打 叫做冲突 叫做clash 像我们看报纸 经常能看到叫做border clash 叫做边境冲突 冲突 crash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撞击的意思 撞上了 所以说你想一想 正面冲突不过美国 那就发生震惊世界 叫air crash 有飞机坠毁 撞这个楼的一刹那 叫air crash air crash 叫坠机 air crash 那么这个crash 本身叫做撞的意思 撞上 撞机 下一个smash和mash 这两个处二处到一起 因为这俩是同源的 这个s还是一个加强语气 还是一个加强语气 smash叫什么呢 你撞到楼的一刹那 所有东西都会干嘛 是不是粉碎了 叫做to destroy something into pieces 是吧 这是一个大楼 这是世贸中心 这是个飞机 撞上 所有东西都被smash掉了 mash跟他的意思很相近 mash叫什么 叫做捣碎的意思 把东西捣碎 其实这两个词 就已经有一个字 就是碎 smash和mash 一个是粉碎 一个是捣碎 squash和quash还是一样 用quash和quash 所以说你看 把人家楼撞倒了 这个时候 布什当年就有借口了 去派兵干嘛呢 镇压 这样一下 发动伊拉克战争 发兵去镇压 镇压 叫做squash和quash 想想楼倒了 粉碎别人的东西之后 美国开始出兵镇压 叫做squashquash 下面呢 继续 这个战争当中 咱们说打了十年 最后终于抓住了谁呢 抓住了这个拉登大哥 还有就是萨达姆大爷 你看一看 那这里边知道 他们ST有说过叫站吧 站在灰尘之中 他们一直干嘛呀 站在灰尘之中 叫什么呢 叫做站在硝烟炮火当中 的一个行动叫什么 叫做隐藏 藏匿的意思 你看他们根本没有 往远地上跑 是吧 就是站在灰尘 硝烟炮火之中 叫做隐藏 藏匿 叫做stash 去镇压之后 最终抓住了 站在灰尘当中的 拉登和萨达姆 接下来下一个词 叫做slash 你看他叫slash 然后这个仗打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 小马哥 奥巴马slash 抓住sl的特点 sl是跟什么有关 什么下降的感觉 往下走的感觉 滑有关吗 接着看干嘛呢 叫做削减 削减兵力了 叫削减的意思 叫做slash 叫cut down 削减费用 削减兵力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抓住站在灰尘里 隐藏的人之后 抓住隐藏的两个头目之后 开始削减兵力 往回撤军了 别总在那住了 最后一个叫做abash 这个时候小布什回首 再看一看 他就可能会觉得 当年十年 他执政那几年 都没有抓住 但是奥巴马 把这两个人抓住之后 你看看 布什会觉得什么呢 feel abashed feel abashed means feel embarrassed feel embarrassed 叫做感到非常怎么样 尴尬 尴尬 最后面有个bash 叫做打嘛 A是一个加强 感觉脸上被人 打了一耳光的感觉 你想想在众目可归之下 你妈光给你一个耳光 你也会觉得很尴尬 也不能说什么 默默的 然后最后微微一笑 就完了 这个叫感到尴尬 是窘迫 所以把这几个词 从头到尾跟我穿一遍 再说一下这个故事 咱们通过一个故事 把它串起来 第一个 美国对待人家 你看就边吃边打 然后猛击猛打 然后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clash 然后发生了air crash 撞到了楼 所有东西都被smash掉 mash掉 smash掉 然后最后下一个 就是派兵去干嘛呢 squash和quash 你可以通过P去想想去 去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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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sh quash是一个词 stash 站在灰尘里干嘛 叫隐藏 藏匿 一直站在灰尘里 藏在硝烟炮火之中 下面 抓住两个头目之后 开始干嘛呢 slash 削减兵力 削减 削减的意思 下一个词 布什会觉得upash 叫做感到窘迫 尴尬 把它们传到一块去看一下 这个ash系列 大概就这些词 好 那么同一词也说完了 这个作为一组行进词 把它传到一起 看看是哪个词 把这个故事顺下来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statute statute叫什么呢 叫做法令条例 是治理什么的呢 很明显 这个词就其他前四个字母 抓住 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词的一个 破这个词的一个线索 就是state 法令条例治理国家的嘛 state 跟state这是同源的 state这是同源的 法令条例 有一个词跟它长得 还是蛮像的 哪个词呢 叫做stature 也是一个名词 还有一个就是雕像 雕像叫statute 还记得吧 S-T-A-T-U-E 那个词不要忘记 这个叫stature stature stature这个单词代表什么 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 我说过 st开始的词 一律师 它可能都是跟什么有关的 99%的词 它基本都是可能来自于 站立的特点 站立或不动的特征 所以还是这样 你看立在那里 一个人站在那里 它表示一个人的什么呢 叫做build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人的身材 身形 身材 这个叫做stature 叫做stature 这个人多高多瘦 三位多少 一个人的身材 叫stature 站在那里的 第二个 你还是可以通过国家去记 你看治理国家 这是法令条例 还有就是国家的叫什么呢 第二个意思叫做prestage 叫做名声 声望 叫做prestage P-R-E-S-T-I-G-E 叫做film reputation P-R-E-S-T-I-G-E 后半部分这个词没有 被我估认要知道一下 后半部分是来自于舞台 这个词 是连在一起写 写分家了 你看看 在那最前面的舞台 咱们说现在中国也是不断强大了 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牛掰的国家了 所以你看看 这叫做很有声望 也是一样 我们的国家有名望 state有两个词派成出的 第一个词 就是法令条例statute 第二个叫stature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这个这个 身材 你可以通过figure去记也行 ure结尾的 这是身材 第二个意思叫做名声声望 名声声望 好了 那么在此处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有一些词没有讲过 因为到了st这个地方 也是最后一个地方了 马上就结束了 这个s后面就再讲不到了 那么我把这个st开头的几个重点词 表示不动的词 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然后你看我说过 特别是当st 它作为动词出现 或作为形容词出现 你会发现这个词 它一边都是不太动 有哪些词呢 第一个词叫做stam 第二个stammy 第三个stunt stunt 下一个叫做stunch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动词动词动词 形容词名词名词 学生同学还是一样读一读 第一个词叫stam 第二个词叫stammy 第三个词叫stunt 下一个词叫做stunch 下一个stasis 最后一个叫stance 好第一个单词 这些词呢 也是相当来说好多词 都是比较短的词 单音节词会还是居多 stam这个单词呢 其实在国内考试就有 它本人也是托付当中的 相对基础的一个词汇 我们在阅读当中 有一个用法见到非常的多 第一个意思就是叫stam from 它一定要接from的时候 表示的叫做来源于 源于等于谁 derive from 或者come from stam from 要知道这个词本身有劲的意思 你看植物的劲嘛 站在那里的嘛 所以从底下长上来的 叫来源源于 他们必须要接的是from 才反生这个意思 stam from 如果它是一个极物动词的话 你看它叫什么意思 叫做意志 所以什么叫意志 就是起始想到使不动的感觉嘛 发展不了了嘛 一直在停在那里的感觉 所以这要知道叫做stam 作为动词 它如果作为极物动词的话 表示的意思叫做意志 叫做意志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叫做stammy stammy也表示这个叫阻挠 妨碍意志的意思 阻挠妨碍意志都可以 也是这个成为一个拆分之籍 站在后面想成me 读一读 stammy stammy 站在我前面 所以我放学的时候 刚一出门 四个同学站我前面了 把我挡住 不让我走 还是一样使不动 你看看 什么叫阻挠妨碍 就是使一个东西不发展 还是不动 stammy stammy 放到一块 下一个叫stam stam当年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意思 我说这个词呢 来自于前面stam stam叫做震惊惊呆嘛 那么叫做特技绝活 特技绝活 但stam的这个单词呢 作为动词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阻碍发展 阻碍 sorry啊 叫做阻碍生长 意志生长 还是强的不动 站那不动了 叫做意志生长 注意这个意志和阻碍 一边最强的是阻碍生长 植物的生长 叫做stam 意志生长 阻碍生长 意志生长 阻碍生长 所以就把这前三个动词 全记成一个意思就完了 在阅读里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都是表示一种 意志阻碍阻碍的感觉 不动嘛 使它不能发展的感觉 stam stammy 站在我前面 下面stam还是一样 阻碍植物的生长 下边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stam stam这单词呢 还是一样 只有一个原因在里面 不动的特点 所以这个顺这个意识计 怎么不动呢 叫做不动摇 谁一个人不动摇 叫做什么 不变 叫做坚定的 另外还有一个形容词 漏掉一个写在上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容词 叫stagnant stagnant还是讲一讲 st的特点 形容词还是不动的特点 它叫停滞的 不发展的 比方是商业上 经济上停滞 这几年经济不增长了 叫做stagnant 站在那里 不动 站在那不动了 其实这个词跟pregnant 很像 我应该怀孕那个词 还记得吧 pregnant pregnant 这个是stagnant 站在那不动了 也叫做停滞的 停滞的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stasis 还是一样 只有一个原因 它名词也是表示停滞 不运动 停滞不动的意思 它可以和运动的词 形成对立关系 在阅读当中大家找到 句子当中的同意和反译 叫stasis 叫停滞 不动 最后一个单词 表示一个人的立场 你可以把stand写在旁边 站立那个词 一个站在那的立场 站在谁那 就是站在谁一边 叫做立场 叫做立场 好了 那么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四个动词都是跟意志 阻挠阻碍有关 三个动词 两个形容词 第一个词 这是一个负向的 表示这一词叫做 停滞不动了 叫停滞不发展 这一词是一个人的性格 不动摇 很坚定的 这停滞不动 这还是立场 跟站立有关 好 那么这几个单译节词 短词 它没有什么展开的 词跟词也没有了 所以咱们就把它 传到一起 都是跟st放到一块 所以我反复强调 st的特征 先来以后再背到 一些基础词 回顾基础词的时候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stinct stinct叫做 紧缩节省 节省开支 我们来看一下 紧缩节省 节省开支 其实翻词再直接一点 就俩字就是吝啬 不愿意花钱 是吧 叫做吝啬 其实这词就翻译成 吝啬的意思 之前咱们讲过 passimonious 西蒙吝啬色 还记得那个词吗 pass 西蒙 passimonious 这个词旁边写上谁呢 就是我之前讲的谁 就是他 还记得这个词吗 叫stinct stinct是叫钉 我说见谁钉谁的人 这样的人也是 见谁都让谁 给花点钱 放点血 见谁钉谁 这样的人也是吝啬的 叫stingy stingy 跟他是同源的 把它写在旁边 来自于钉 遮这个词 另外补充一个 记忆词 也是同源的词 叫stinct 你看一个是stinct stinct他 他节省 你可以这样讲 通过节语一起讲讲 他很节省 stinct这个词呢 还是来自stinct 可歌变形了 还是跟次有关 他想到是动词 他形成什么次呢 叫次鼻 动词叫做 是发臭 是刺鼻发臭的意思 如果我们说stinking 就能知道了 就是表示 叫发臭的 恶臭的 这个味道 很刺鼻 恶臭的 叫做stinking stink 所以这个一个是stinct 一个是stink 放到一块 都是来自刺 一个是很吝啬的人 见谁盯谁的人 吝啬 这就是这个意思 紧缩结成吝啬 第二个stinking 表示的意思是刺鼻的感觉 叫做恶臭 发臭 恶臭发臭的意思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飘泊的意思 他呢通过谁去记呢 还是一样 我说过 我说以后一看到str 都跟什么有关 往街道上想想 看看他有没有关 通过street去记 这个之前也给大家 已经提过了 在街上迷路 街上飘泊 street in the street street in the street 这样去记 street in the street 穿成一个短语去记 在街上飘泊 我们生活当中 用的比较多的 刚才说到了 就是a straight dog 流浪狗 流浪猫 用的就是他 street dog street cat 形容词也是动词 但这里边我说一下 他另外一个词的形式 派生出了一个新的 副词形式叫ostreet 这就是a加上动词 构成了他的副词和形容词 所以咱们在写字当中 可以注意跟他替换 说这人迷失走失了 叫做go astreet 用这个造词的词 也可以go astreet 就像我们说的be lost be lost 一样的 街上迷路 一定要抓住街道 这个词 street dog 下一个单词叫做strive strive非常好的一个词 很励志的一个词 会叫做奋斗努力 咱们说叫做 怕吃苦吃苦 一辈子不怕苦 吃苦半辈子 你现在你付出点辛苦 考一个好学校 你回来后半生就享福了 你现在不努力 你后半生就遭罪 你看看现在一定要努力奋斗 它是一个街词for 它是一个不及格动词 strive for your splendid future 为了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你看看就strive for something struggle struggle也行 struggle咱们也学过 挣扎那个词 也有表示一种拼搏的感觉 struggle for something 跟它可以作为近一词 跟它可以作为近一词 那么strive这个词呢 也是两部分造成 这个s在此处 还同样是一个加强语气 为什么叫做不断努力奋斗 你会朝这个目标 不断努力前进的话 那肯定是有一个动力 背后推着你 要么可能是生活 要么可能是你爸妈 要么可能是你本身的 一个人生观价值观 推着你往前走 这才叫奋斗 所以这个词的后半部分 它是来自于谁呢 大家看到 是drive struggle s是加强语 它是来自驱动这个词 叫做drive 不断向前 不断向前 推着你往前走的感觉 这个叫做strive 叫做strive 它呢没有什么展开的 只要主要知道 把这个同源 词源抓住就行了 推动你向前的 这个叫做努力奋斗 strive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了 特得变形了